從高公府看屏東林邊鄉 整個村莊變成汪洋一片 四線到台17縣 變成一條河 水淹半層樓高 民眾背著家人涉水而過 又照習日景象 民宅前的階梯都淹掉了 這掃把往水裡面這樣一擦 它淹水的高度 就將近是這麼深的高度 就等於是我們小腿的地方 所以現在就算我現在呢 穿著這個雨鞋 你看看 裡面的雨鞋也全部都泡了水了 國軍力兄開著橡皮艇 愛家愛戶運送乾糧物資 這裡不僅淹水還停電 整張沒電力 整張可能會怕 整張幾個吧 很怕喔 對啊 對啊 整張 整張也都不怕 屏東 槍原村 每逢大雨避淹水 爸爸風災出身的小弟弟 面對道路汪洋一片 抓來找盆內渡水 似乎早就習以為常 小朋友 坐著會不會怕 會怕嗎 會怕喔 你小孩可能也有育習慣的 好啊 這樣會不會 吃艱苦啊 吃艱苦啊 很不來 希望可以不要再陰了 大水淹進家裡 民眾的家黨一箱箱往上跌 屏東 槍原村四百戶 海埔一百戶都泡在水裡 都淹了兩天了 這個中秋節 他們無法慶祝 只能不斷搖水 心裡家園 借屏東綜合報導